幹豆腐 爹РИ 爹批呀 又想睡覺啦 哈喽大家好 我是爱猫咪 爱多肉的梁 看肉肉啦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前几天不是买了绿废石吗 我就把这两盆拿来做实验 把它表层的铺面 全部都换成绿废石了 这样真的是感觉不一样 然后绿废石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胶水会变色 你看变成这种深色的样子 其实我这一盆是没有浇水 只是说我用的是潮土上盆 但是那潮土的水气 也真的是太重了 你看两天了 它本来是这种颜色 结果你看看 它现在整个水气都渗上来了 所以绿废石有一个好处 它可以让你判定 这个盆的水分干不干 你看像这样子 虽然摸起来是干干的哦 但是这个颜色表示 它水分还非常足呢 等它变成这样子的颜色 再过三天 这样子浇水差不多 这也是可以当成一个指标哦 虽然卖饭也是可以啦 只是有时候变换一下也没什么不好 全凭个人喜欢 随便你怎么选择都可以哦 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荷拉 你看看这个小牙长在这里 然后都被旁边这两个挡住光了 所以我拿这个一寸小盆 把这个地方稍微撑一下 让它有一个空隙 然后阳光比较容易照射得到 那你不要拿那个东西太大 刚刚好就好了 因为你稍微撑一下 它不会这样合过来就行了 那你不要刻意把它撑得很大 因为这样子它的那个筋感会受伤 循序渐进慢慢来 你这样子它光线可以照进去 小仔就会长得比原来你没有用还快哦 凡事都是要慢慢来 千万别心急呀 然后这一个小仔 期望它赶快照射到阳光 赶快长大 再来跟大家分享这一个 有没有看到这满满的一大盆 大绿菜Olivia 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喜欢买三盆一百块 给你们看 三盆一百块 大家都知道大概是三个头 我这边就是把它合并 然后你看 现在长得密密麻麻的 这个是我大概已经养了快两年了 没有砍过头 都是这样让它自然生长 当然合盆之前 我还是在那个混合的戒指里面有加物 我自制的有积肥 如果它可以往这边长就好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这里就空这样 然后拼命的往这边挤 然后这些小仔已经好久了 可能是因为我要把它控小 没有给它再施肥 所以它就一直这样小小的 长不大 如果我再给它换个大盆 它会长更大 但是目前没有这个打算 目前就让它先长这样空着就好了 它前一阵子被我控的 它的叶片有点软 就是很软很软 现在虽然也还有点软 可是比之前拿下来硬挺多了 我之前有说过你拿下来 虽然它很干很干很需要水 网路上有教人家 就是直接把它整个浸盆 整个淹没这样浸个两三天 我觉得这样子不太好 因为太过于让它 就是吸水吸太快 这样子对它的蜘蛛的那个 我是觉得说它的体质这样不太好 它整个代谢 你之前控的比较软 比较干燥的时候 它是处于那种缺水状态 可是你一下子就让它喝太多水 虽然它不会死掉 可是等于说它植株有一点损伤 它落差太大 它之后也比较容易生病 像这个我拿下来 我就每天给它浇水 每天给它浇水 浇就是让它有水露出来就行了 每天一次 我现在这个状态是 已经浇了三天了 让它慢慢恢复 而不要一下子就给它很多水 像现在恢复这样 虽然还有一点软 可是你就可能就是再过个两三天再给它浇 让它慢慢恢复硬体的样子 可是你如果再浇的更多更多 它整个会炸开来 我觉得那样子挺臭的 像这个它已经都分头分的那么多了 你看看 有点想把它换盆 因为毕竟已经快要两年了 但是目前还没有找到合适的 如果有找到合适的 再跟大家分享换盆 然后这个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说像这种 它这个密密麻麻的 你这个要扒开 把它清理枯叶 这个都要扒开 慢慢清理 你如果没有清理 它夏天很容易就是在里面 闷着长细菌 因为这种枯叶 真的是腐烂的时候 就是细菌开心的时候 那你就要担心了 因为像你这种 如果你喷药的时候喷在上面 是没用的 它这个筋杆里面细菌都是长按里面 所以像这种也是要整个进盆 就是像我那一次 那个状态就是整个让它淹没 然后进个大概十秒钟 就是让它冒泡泡 冒到没有泡泡十秒钟就拿起来 这样里面这些空隙位置 就比较可以消毒的到 这样这个就是我爆棚的 养护秘诀哦 然后像这个你在清理枯叶的时候 你会发觉 其实它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那个 毛细根 那很多很多的毛细根 你看这个白色的这个都是 那这个就是气根 那你不小心拔掉了没关系 拔掉了反正它只是气根而已 这个要整理这一盆 挺费时费工的 因为你都要一个一个缝这样扒开 然后下面这个用那个捏子下去慢慢夹慢慢夹 但是像这种我一年也大概就清理这么一次 所以你还是要排时间给它哦 这样才能养出满盆的Olivia 有点太满了 好了我们今天多肉的日常养护一些小技巧 我们就讲到这里咯 欢迎评论点赞 还有别忘了订阅哦 我们下个视频见咯 拜拜